最近在美国出现的一些事儿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就在2021年4月3号的清晨 加州64岁的华裔孟女士和以前一艳 清晨在社区遛稿 被一名最近刚刚被释放的女游民刺伤 最终不幸遇难 警方称 周六早上7点半左右接到报警 孟女士的伤势很严重 被紧急送往Riverside的医院 于上午8点39分宣告去世 这个地方我在半年前还去过一次 警方说 就在发现受害者不久后 我们的调度中心开始接到了一名邻居的报警电话 报告一名游民女在他们的院子里走来走去 看起来很可疑 随后警官检查了附近的区域 并拘留了这名女子 这名嫌犯才23岁 叫蒙托亚 是蒙特利公园的无业游民 嫌疑人是来自洛杉矶的流浪汉 她正在经历着精神健康和药品滥用的问题 袭击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并且根据警方的记录表示 这名嫌疑人在2021年3月30号 刚被河滨警察局逮捕过 当时她是在91号公路立交桥的泰勒大街上 用滑板袭击了一名妇女 我真是搞不懂啊 一个有精神问题的无业游民 刚刚攻击完一个人 没两天就给放出来了 这不禁止让我想到了前两天跟你们说的 在纽约的一个60多岁的华语妇女 在宾馆门口被搅踹的时间 当时呢还说了三个保安无动于衷 那个施暴者呢也是游民 而且她的背景记录被人扒出来的 真的是罪行累累 其中让我感到最恐怖的一项罪行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就是她杀害过自己的亲生母亲 但是呢只坐15年老就被提前释放 成为了纽约的一名游民 华人因为疫情天天在聊呆着 门都不敢出 出门了还有可能挨骂 反而让恶魔行走人间 这美国究竟是怎么了 咱们再来吧 咱们再来吧